一個財富雜誌,它做一個數據,它說世間上的有錢人都有一個共同點,有錢人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他喜歡錢,真的咧? 你看我們一般人有錢就拿去買東西了,我們不把錢當一回事,所以有錢除了你有福報以外,你要對錢產生耗藥,要對錢產生龜焰,你看,他為什麼喜歡錢呢?他會這樣想,我很想要個房子,那我為什麼有房子?因為有錢,我希望有個車子,那為什麼我有車子呢?因為有錢, 我希望我生命快樂,我為什麼快樂呢?因為有錢,你必須把你未來生命當中的功德啊,跟你的錢連結,你就會喜歡錢,對不對?要不然錢,誰會喜歡錢呢?因為錢他就一張紙而已嘛 但是當這個錢,它安利一個聯想的時候,它是一種功德的聯想的時候,我相信你會把錢放在很安全的地方,對不對?佛號一復如是了 一個淨土中的煉佛人,最可怕就是說,當你煉佛的時候,你對這個佛號一點感覺都沒有,那你就可能把佛號煉好了 他就是一個陰生啊,你怎麼煉得好呢?你說不能煉,要他煉,你憑什麼不能煉,要他煉,你憑什麼?你沒有理由嘛 我再講一次哈,如果你要把佛號煉好,你要把佛號定位成,他是你的唯一的救把者,唯一的救把者 就是說,你離開了佛號,你就是nothing 如果英光大師講得嚴重一點啊,你離開了佛號,你就要只剁地獄了,講得嚴重一點啊 他說,我如果不煉佛,我是一個僵死日人,我由於過去的罪業,一定會剁地獄去 那你如果說佛號他是你唯一的救把,你會把他撕掉嗎?你不容易撕掉他嘛 所以,你如果不趕快把佛號在生命當中給他一個定位啊,他是你唯一的救把者啊 你一輩子不可能把佛號練好 因為你認為他就是一個陰生而已嘛 那你這樣子認為他果然是一個陰生嘛 他果然是一個陰生嘛 你要練佛之前,先搶清楚這個佛號,到底在你生命當中是什麼角色 在維世協就講這個,明言分別,這個第六意思啊 所以,這個功德的會歸,這個地方我現在是先做會歸了 後面偶爾大師會會會歸到三年,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呢? 因為有佛號,因為有心意 其實這個功德是兩個會歸,第一個是因為 明號裡面本來就記住這個功德 第二個,你自信也記住這種功德 從進度中是兩個會歸 一個會歸到明號功德,一個會歸到你的心意的功德 人念的心不可思議,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議 所以一念相應一念佛,念念相應一念佛 我們學這個經典啊 你讀阿彌陀經就是讓你會歸的啦 要不然你讀半天,你也不知道這個佛幹什麼 除了…